好 为了庆祝圣诞节呢 秀林乡长王玫瑰是主动的走出工作 率领各个市的主管 21号下午呢 是来到了嘉明的幼儿园 和水源幼儿园 办理了圣诞报家音 让孩子们拥有一个温暖的圣诞佳节 随着12月的到来 圣诞林声在花园圈不少地区 悄悄响起 更有美轮美奂的圣诞灯饰 开始陆续点亮 迎接圣诞节的活动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圣诞节对远乡部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因此即去年度 采取主动走出相公所 今年也规划前往 秀林乡各部落文件站 幼儿园来关怀部落长者以及学童 期盼透过圣诞节报家音的活动 让乡君与孩子们 拥有一个温暖圣诞佳节 从去年开始 我们年底圣诞节 我们就会带着我们一起主管 到我们各园所 幼儿园所以及我们的文件站 为了庆祝我们的圣诞节 跟老人以及孩子来分享 那我们这次呢 有特别准备 这次的服装是满齐全的 希望 而且是最新潮流的 而且小朋友都非常喜欢 都很开心 那我们除了带了一支舞蹈之外呢 我们还准备了玩具 还有我们的糖果 分送给我们的长者 以及我们的孩子 希望他们在圣诞节的时候 能够快快乐的 与他们分享 我们可以表示 薛林乡公所已经第二次办理 报家营活动 出动公所各科室主管 以及客人们 前往薛林乡亲内 12所文件站 3所部落关怀站 以及5所幼儿园分班 而薛林乡公所将会 每年各个重要岁时访庆 主动关怀每位乡亲 让乡亲能够感受到 薛林乡公所 为民服务的积极态度 祝大家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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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圣诞快乐